《賠審權》星期二裁定 Johnson & Johnson必須向加州一名男子賠償1,880萬 該男子稱因接觸該公司的嬰兒爽身份而患上癌症 此案的原告稱由於自己從事大量接觸該公司生產的嬰兒爽身份 導致患上了一種致命的癌症——奸皮膏 案件停審過程持續了6個星期 賠審權最終裁定該男子有權獲得賠償以補償其醫療費用 Johnson & Johnson則回應稱將對這份判決提出上訴 但是Johnson & Johnson已經將嬰兒爽身份相關訴訟的債務轉移到其子公司 而這間子公司在今年4月份申請了破產保護 因此該男子未必能獲得賠償金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不到